這個剛剛一直一直講到郭董是資產 那資產來做什麼 拿來提領用的嘛 所以顯然現在這個狀況是這樣嘛 好那你講到我說為什麼 我看到侯友宜 一直不斷的拿關公出來 我講白了 請問侯友宜一直宣傳自己關公一下 拍影片一下 然後穿做衣服會對他選票的幫助嗎 絕對沒有 他真的只有一個目的 他目的就是說 把郭台銘的正當性極小化 甚至是更極端的 把他往菲律陣線去推嘛 把他趕出菲律陣線大聯盟 把他往綠營那邊去推嘛 對不對 所以前一陣子其實有一個消息 不只是說這一陣子 不管你說國民黨也好 民眾黨也好相關的操作 他們做一個動作嘛 我們只要把我們只當政的 這個立場給踩足 郭台銘的正當性就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而且郭台銘他自己又假定一個前提 把自己玩死 主流民意大聯盟 各位前一陣子有一個叫張顯耀的 幫他做一份民調 民調很奇怪 只有郭柯貝都沒有其他的 所以他的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說當然是用郭作證的 只要有辦法跟白河 基本上是怎麼樣 可以跟賴欣的一拼嘛 他這個民調甚至還輸賴欣的百分之一 所以我覺得你要做就乾脆贏他算 好 但他整個的導向是什麼 導向就是說 他假定一個前提 郭台銘有辦法跟其他人整合 才具有正當性 所以這個謝臉 你講這句話 到底他背後的涵義是什麼 今天你郭台銘如果要出來說 我要獨立參選 那沒有任何意義 因為現在不管藍或白 就是在把你往這個狹縫當中去夾殺 夾殺的意義說 不是說你不能玩 郭台銘現在還在延長賽當中 這個延長賽從五一七到現在 其實他還有參賽權 但重點在於說 如果你要獨立參選的話 包括這些地方派系的議長 以及原本站在你身邊的支持者 都會跟你向背 因為你基本上 這樣就等於是來亂的 但不代表不代表說什麼 不代表說你郭台銘沒有資格可以繼續整合 對不對 好啊你現在如果有本事 你要去跟柯文哲談 你要去跟國民黨談 你有本事談到說你自己辯證的 那當然大家沒問題 所以你從一個觀點就看 不只是謝臉林講這句話 你去看喔 這一次郭台銘在屏東場子 過去他去高雄什麼陳梅牙啊 然後一些立委參選人都在身邊 這次有沒有立委參選 這次屏東場沒有立委參選 完全沒有 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狀況 因為很正常嘛 現在大家已經認清到 包括你說自己政黨屬性好 開始各自歸隊 不然我現在就問 我不是要民眾黨 比如像曾宇或誰 現在如果郭台銘邀請 會不會願意跟他同臺 對不對 這個東西都可能變成是要再三考量 那個包括侯友宜 今天有一個 有一則新聞出來 他們最近不是小雞跟侯友宜 又拍一次照 然後拍照 連陳昀珍被點名最多的 陳昀珍 羅志強 這些直接被點名 意思就是這些都是我們家的人 其他的人麻煩 不要再染指我們家的人 OK 那感覺上有這個味道 所以你剛才講 所以郭這次到 包括高雄到屏東 那些立委參選都沒有出現了 對 大家已經開始有點 這樣畫下道的感覺了 而且講最嚴重的是誰 就羅志強嘛 沒有別人 別人更嚴重了 羅志強當天這個便當會 前三四十分鐘 跟金普通在做什麼 坐下來談 所有看到的人不是一個 什麼在場的立委都跟我講 看起來好像還要點笑容 氣氛不僵嘛 有沒有臭耳去踢 因為有時候可以 譬如說談了兩分鐘 只談兩分鐘 然後那個金普通 臭罵羅志強 羅志強站起來就走了 那真的是 反正要繼續罵 反正要繼續罵 但是羅強站起來走了 總之我是轉達 在場立委 那不管哪一個版本 我都不意外 我必須坦白這樣 但我意思說 至少羅志強出來 包括林金傑出來 對不對 他們都說 可能都可以被他約談 那到底是訓話 還是說這個雙邊和解 不知道 但重點有一個重點 大家表面上都是一團和氣 沒有在後面繼續拉扯了 所以我說這個前提跟狀況下 慢慢的不管說白也好 藍也好 他們最主要的目的 不是說要把郭台銘當作仇人來打 為什麼不能這樣做 因為資產要提領 慢慢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他吸收你的選票 怎麼走的 怎麼拉回來 最後要把這個東西 再回歸到自己的基本盤 不管是對柯文哲 不管是對國民黨 才是一個最大公平素跟利益 所以剛才在講的過程當中 林涛就趕快把這個板子拿出來 給大家看說侯友宜 然後跟陳玉珍 然後跟羅志強 我們幫你拿比較有效 看到沒有 一團國氣大團結被動算了 這個真的很振奮 基本上大家每次在點名說機場接機的 然後資本要不要到的 全部都到了 而且大家擺出很多的知識代表現場 氣氛是何樂的 我先講 因為我大概兩三個禮拜前 那個時候 侯友宜 大家人還在日本的時候 我就先拋出Lone Stay 這樣一個想法 我就說 我覺得認為他應該要做 那背後的理由 當然很簡單 是因為說包括不只一份的民調都顯示 是侯友宜在雙北地區稍微微幅落後 甚至是打平 但是隨著逃出秒 中張頭到雲嘉南 他是節節敗退 大家很好奇 他嘉義人 他自己的嘉義民調是最低的 對這凸顯是大問題嘛 所以當然我知道你說去跑去國際關係 然後去經營展現自己的高度很重要 但比起現在的當務之急 最重要的應該是針對你的弱向去補強 所以我提出他的建議 但侯友宜他有本身他體質上的限制 什麼意思 他還是新北市長 對所以你看到這次他講說 我要Lone Stay 這個只叫Lay Long Stay 他沒有真的在外面跑那麼久了 對因為只有兩天嘛 三天嘛 好其實侯友宜今天已經去了 他今天到台中 中午已經跟所有小機會過面 OK 直接立委參選人 那我先講 他們大概聊一些內容 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最主要是金普聰 他其實講一句關鍵的話 就是說他為何解釋說 前一陣子對於在台北市 包括大開殺戒也好 他最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能夠把所有人收容 跟這個在場的這些小機 解釋這些話 那侯友宜本身來講 因為他的個性 還是相對來講比較溫吞的 所以其實也沒有談到太多細節的內容 但其實比起說這個叫做見面三分情 你第一次進行這個便當會 他接下來還有幾個重頭戲 比如說講到的 明天可能會跟這個 延青標在正南溝 其實最重要的是座談會 也就是客廳會 客廳會什麼意思 客廳會就是說他可能找一些投人 他也不是特別多 十幾個二十個三十個 然後一個一個一個 然後找這個撲棚影辦啊 附近的這個左右鄰居拉來 然後就在一起聽這些民眾 對他發表他的意見 所以這侯友宜絕對過去很難去聽得到的 包括你說台中也好 未來他可能在各個縣市 其實都會有這樣 但我剛才講到一個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但侯友宜你還是新北市長 其實我認為說這樣做只是起頭對了 但並沒有完全到位 因為講白了 你作為一個新北市長 你就必須要在總統 跟總統候選人 跟新北市長這樣身份之間 不斷地漢格 我舉個例子 過去台風 是不是他本來訪日 然後急急忙忙跑回來 原本那天八月三號說要便當會 然後也往後演了 所以你就是因為你的新北市長的職位 不斷地被拉扯 不斷地成為你的破口 而且他只會流血 只會扣分完全不會加分 不過剛才剛才特別提到說 尤其像韓國瑜 對韓國瑜的角色 因為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這麼重視韓國瑜 因為他畢竟在國內 我相信國內所有的政治人物 沒有人比他更能夠 更能夠寒水結凍的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當他在臉書上面 因為正在南投救災的過程當中 尤其行罪什麼 大家全部都擺在裡頭之後 他這時候出手 一定有一些特別的意義 韓國瑜這個點位 他有兩個層次 第一個許舒嬌 本來就是他的親信 他當然是勢必要摔進 對但第二個叫做大氛圍 大氛圍是什麼 你仔細看 現在呈現一個趨勢 叫做外圍包圍中央 不是韓國瑜不是開第一槍 連高鴻安都出面聲音許舒嬌 那盧軒不用講了 侯偉也不用講了 然後整個藍營的縣市長 全部親一色 他說來來要錢出人 要利出利 我們都來相挺你 所以這個氛圍狀況之下 等於是陳建仁意外 把這些藍軍的所有 原本大家講諸侯一盤散沙 這侯偉的選舉 沒有人想管 但韓國瑜不一樣 韓國瑜出來這個一呼百音 就說你好 以後也沒有能力去號召 但韓國瑜有這個能力去號召 而且剛好這個矛點 是他最名正言順 自己的子弟兵好 自己的親信好 過去曾經力挺過自己的許舒嬌 所以他藉由這個連位出來喊 你可以去下面看 保證縣市長留言絕對一大堆 立委留言大堆 為什麼 因為大家趁著這個事去團結 所以我講 這個東西 我覺得是陳建仁人死要未及 我不相信說陳建仁第一時間 去消遣許舒嬌 他所期待的目標 竟然是說讓這些藍營的縣市首長 地方做大團結 再講一個 甚至連郭台銘都出聲 連郭台銘都出來替許舒嬌喊冤 所以這個變成什麼 當前好不容易把藍營打成一盤散殺 大家這個各自內鬥內行 然後殺個你死我活的時候 突然出現一個陳建仁 成為團結藍營的一個大英雄 至少在這件事情上 至少在前瞻的這個議題上